哈喽大家好,我是陈小翠 自己做爆米花 酥脆又好吃,做法却非常简单 我们现在起锅烧油,用的是玉米油 加一些白糖,它才会甜嘛 用小火慢慢的把糖炒化 这个火火要掌握好,不能炒过了 这样子糖已经化了,就下入爆米花,专用玉米 要这样一直不停的翻炒,让它受热均匀 它温度大到了,就开始爆花了 我们就盖上盖子 要这样子咬一下,也让它受热均匀 下面的玉米,它才不得护卫 现在只听到皮了它了,全部都爆了 现在千万不能截盖子,不然爆出来容易烫伤,非常危险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火关了 等它没得香动了,爆了,我们再截开盖子 我们的爆米花就做好了 要把它倒出来,能量了吃,它会更焦更脆 做爆米花也来这么简单,第一次做就成功了 吃起来酥脆香甜 这位朋友可以吃一下 自己做,不加香精的,非常好吃 谢谢 谢谢 我们等一会儿 一起来 关门 我们 我们 等一会儿 去